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 纠缠了三生三世 都没有善缘 对 都没有善了 对 那我们怎么结束 我们要怎么结束这个轮回 就放手 放手 怎么放手 你要想办法让对方怎么快乐才重要 我觉得在纠结的时候一定有 纠结就是 纠结有两种 一种就是人家不愿意 一种你也不甘愿 很多男女朋友就是有那种交往 我六年 甚至七八年 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不结婚 他说讲不出来 其实他就是不甘愿啊 我有认识那种25年不结婚 为什么他就是不甘愿 他就不甘愿啊 但是又不愿意放下 对又不愿意放下 所以这种来讲才会有那种 三生三世的那种 对 那比如说这一对男女三生三世 那可能比如说都有各种不同的关系 可是比如说夫妻或是情侣 或者是家人 可是他们都没有善果 对啊都没有善果 那如果这一世他们又相遇 对 因缘结婚 他们了解了他们过去的前世 是这样的话 对 那他们在今世可以怎么做 让对方都可以获得幸福 看对方要什么 嗯 就要给他 所以他有记忆说 哎我前世是这样跟他不好的嘛 嗯 那就是我刚讲过就是 你不甘愿 然后也不愿意 然后也不愿意负责 甚至你一直在等他改好 我们再结婚 其实不可能改的 嗯 对 两个二十岁的人碰面 甚至两个十五岁 从十五岁到交往到他死都不会改 因为已经定性了 嗯 你懂吗 都已经定性了 就是生活的习性 喝咖啡可以改 我喝稍微陪你喝一下 嗯 我不爱喝 可是我可以陪这种东西 吃的东西 就是说他的个性 他的想法很难去改 但也有改 就碰到好的因缘的时候 他被那个人感动了 他会改 嗯 他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他会改 就比如说三生三世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对 然后这一次又相遇了 当他们知道他们 那你也 你已经讲答案了嘛 你既然知道说 好那这辈子把它善了吧 对 对不对 对 那就什么事情都以善为主 就什么东西都愿意就好了 应该说为对方着想 对 为对方着想 对 然后去满对方的愿 像我讲一个 讲一个真实的就是 有一对男女 这个女生那时候已经三十 三十八岁 然后男生是四十二岁 这都是我认识的 然后这女生呢 各有家庭 可是这两个人 突然就是触电了 相爱 然后这两个呢 就是女生这边有四个小孩 男生有三个小孩 天哪 对 那就都丢掉 就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不管家人 这七个小孩多可怜 对 不管家人怎么样阻止 然后 这是鬼遮掩吧 对 然后这个女生的丈夫也没办法 男生的太太 当然是骂得半死啊 然后 这边的小孩比较大 男生的小孩比较大 反正就是诅咒啊 诅咒说这个女生 这三个小孩一闹 乖着我爸爸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结果他们就出去了 可是他们过了二十年后 开始就生病 就是生病呢 生的很惨 女生就先生病 然后男生呢也生病 过的真的就是连 几乎连房租都很难住 然后都是朋友帮忙 那后来呢 这个女生就一直在抱怨说 你看我为了爱 然后跟他走天涯 可是呢 到后来 什么家里也骂得要死 然后这边连吃 现在连住房子吃饭都有问题 结果这个女生呢 他先生病 可是到后来 这个男的 的病还比较严重 到后来都男的都不太能走 他还要帮他拔死把尿 那后来遇到了这一个 遇到了一个王先生 王先生讲说就跟他讲 他讲说 你不要再抱怨了 这当初是你的选择 就是你自己种的因 对你的选择 所以你好好的把他照顾到到老 他说可是我不想 那你不想你就要去道歉 你要去道歉 你回头来道歉 对你回头赶快去找他的小孩 道歉道歉道 对把他去道歉 然后把他带回家 把这个人家的老公还他们吧 嗯 两边他女生的先生也没再婚哦 那这个男生的太太都没有 然后这三个都还是 都反正博士啦 医生啦 教授都非常的好 可是女生这边 这边都很不好 嗯 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呢 听到这个王先生这样讲的 他说从来没有人 因为他们以前是蛮有钱 蛮富贵 女生长得很漂亮 哦女生172公分 男生187公分 反正就是郎才女貌就出去了 幸福真的 幸福不到十年 他说其实十年之后 他们两个就吵 就后来就贪 然后病啦 开始 所以这叫现世报 对叫现世报 病然后就贪 贪啦 男生就贪啦 然后拔死把尿 那女生还一拐一拐的 反正就缺了 老师你觉得现世报大概多久会来 我觉得现在现世报都很快 很快 因为现在塞车 对 老天爷很忙 现在塞车 所以很快 我觉得现在现世报都来超快的 以前都说不是不报 来事会报 不用 现在都马上 不用现在都马很快 对 然后呢 这也不是我们 我们可以诅咒快慢的啦 对 那就是老天爷的 他就去道 他就说去道歉 他说你道歉 那这个女生呢 其实道歉里面 他还有一个不甘愿 他不愿意照顾他嘛 想说好吧 既然道歉 道歉也不会死人啊 他心里就这样讲 后来有一天他跟这个王先生 但是这是没有诚意的道歉 对 然后呢 就真的去道歉了 然后请他的小孩 把他带回去 这三个小孩就真的是很气 就是当初你帮我爸爸带走 你现在要我们就把他接回来 然后丢给我们一个又老又病的爸爸 对啊 他说他说怎么样 都是你爸爸妈就带回来 这样子 这个太太有接受 说儿子们 你们一定要接你爸爸回来 让他善终 就就接回来了 我觉得这太太度量好大 对就接回来了 然后这个王先生就叫这个 这个女生呢 叫172的说 那你要回去跟你老公道歉 我们也是跟朋友讲说 这个王先生是什么来路 是一个教授教学的 然后他常常在讲那个道德经 那所以他就跟着女生讲啊 这个教授也没什么信仰 可是他就是讲道德很重要嘛 他说那你也没有错 他就讲没有错也没有对 但是到头来 你还是要给人家一个道歉 你回去跟你的小孩道歉 跟你的先生道歉 然后呢 他就不愿意 他觉得当初是他老公对他不好 嗯 所以他才猝死他 也不是找他 谁找谁讲不清楚啦 嗯 当初他 当女生会讲说他先找我的 不会讲说我先找他 他说都没有错 不管错还是对 最后他讲你只要做对 你对了 只要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很多的好事发生 嗯 就他不愿意哦 嗯 可是呢他就更病的更严重 那就是我直太严重 对两只脚都不能走的时候 他就讲说你试试看嘛 搞不好你道歉之后你脚就好了 就他为了自己 人还是自私 为了自己他就去道歉 其实他身上背了很多的业障嘛 抛弃了四个小孩 他终于道歉了之后 这个垃圾都掉了 脚就好一点了 其实就无在意生轻啦 那这四个小孩有原谅他吗 到后来这四个小孩有原谅他 因为嗯 我觉得说道歉也要人家原谅 对对对 才能够 这个才是互相的嘛 到后来是最感动的是 这个先生要死之前呢 就是去跟172的先生道歉 他说我当初不应该 答应他要一起走 真的就很很对不起 我浪费了你们的青春 害了你的小孩 后来我听他们说 他们就是有给他们一人一百万 这样听这个 这个汪教授讲说他还不错 他给了一人一百万 然后后来给完之后 没多久女的就先死了 嗯 女的走了 然后后来一百八十几的这个 1871721 对172187 187这一个 回家回去了五年 就是善了 就善了 所以我觉得要善了 中间有虽然有过程 还是要道歉 就是你要为你今生的过错 你如果今生没有善了 你可能下辈子 还是会继续 对啊 就像三生三世 就是想说 你还有遇到他 对不对 嗯嗯 对 所以就是 道歉 好方向 给我们一些 启发 就是你要善 你要做 对你要做到 你不能逃避 对你不能逃避 就是 因为像我们设定就是 譬如说 如果有一方一直在逃避 就是永远在轮回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要面对 对就是他在逃避啊 那你就不要逃避 你说来来来 嗯 我原谅你了 我也原谅我自己 我也放下 反正就是好朋友 这样子就好了 嗯 去吧 哈哈哈 我现在找不到我前夫啊 就是啊 跟他说我原谅你 我没有 我找不到他啊 找他们家人啊 我就啊 对啊 阿姨啊 不然叫我回家啊 没啦 找他们家人 你跟他们家人最伟大 其实你跟他们家人讲最伟大 嗯 对不对 让他父母知道说 你放下了 你原谅他 嗯 不管谁对谁错啦 反正你选择的 就是就是做朋友 嗯 好 然后祝福他这样就好了 嗯 其实就是最重要自己的 自己的未来的去处 都是要自己安排 所以神神其实没有管这么多 神他会会给你很好的机会 啊 一定会给 让你有没有抓到这个机会 对对对对 看你要不要抓这个机会 对对对 不管你是人是是鬼 对 就是看你 哦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好 那个神给神给机会的故事 有一个人他在那个店 那个店有点像杂货店 像佛教文物什么都有在卖 比如佛卢什么什么 然后呢他上班第二个月 就有一天一个老伯伯来 老伯伯就看起来张张 就跟他要个五十块钱 他就说给我个五十块买便当吧 他说好啊就给他 第二天又来第三天又来就不见了 隔了一个月又来来的时候就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五百块 我很急着要这五百块 他说哦那我去拿 就这老板就说哎呀 这个这一直来一直来 永无止境的 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五百块这样子 然后五百块之后就过了两天 他又来 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万五 那那时候的一万五蛮大 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 很大呢 对民国八十四年 他讲说一万五啊 他说可是我可是我赚的钱 也没有剩这么多 那时候一万五 已经是差不多一个OL的薪水了 他就说对他没有 八十四年的时候 他就说他是赚两万块 可是一万五呢 已经到月底了 他说我到月底了 我现在也没钱了 这样那你等我一下 我跟老板见 老板一听到一万五 不得了拍桌子了 就要去骂那个老先生 他说不要啦看起来他病了 我最近没看到他 因为然后看起来更老 他就说哎 那你要借 他说借 重新税 他就跟他借 那借的时候他就给他说 赶快你看你要做什么赶快 他说我我会回来报答你的 他说哎呀 贝贝不用这样子 结果后来呢 过了两年 这老板常常领心的家说你看吧 就被骗了吧 对不对 还五十块到一千五 然后到一万五你都给 就会有一天 有一个来自称说律师的 他说我们找一个 他一看就说哎应该是你 因为他长得比较特别 他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字 像胎记一样 他说就是你 他说有一个王老先生 就是要我来找你去谈话 后来他就说王老先生 他说这王老先生病了 病得很严重 可能就不久要走了 他想要找你谈谈话 他讲说可是我不认识 他说你去看看是不是认识吗 而且九个是借一万五的 他说没关系 他说你怎么病了呢 那他就请律师 他就说要把房子给他 这个王老先生没有小孩 然后呢就说要给他 他讲说不行不行不行 他说没有关系啦 你一定要答应 这是菩萨安排的 菩萨讲的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跟他借那些钱 就菩萨叫他去找 就是说哪一个店 然后有哪一个男生 然后呢去跟他借钱 然后到他病的时候 他说其实他那时候没有病 他是真正这次才病 病的时候 所以他那时候借钱是故意去跟他借 对 故意的 故意去可能他去挑战他的那个 那个慈悲心善良 对 后来他这时候病的时候呢 他又做梦了 这牵手关系就告诉他 就告诉他你什么时候会走 你放不下的东西 你就交给这个男生 那你的房子送给他 这个梦就连续三天 然后他就决定 决定去找这个男生 他就找了律师 然后请这个律师去 去这个店找 后来真的把钱跟房子就送给他 你看菩萨安排的 菩萨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因为是这个男生真的很善良 对 真的很善良 就是被选中了 就是神选之人 对 神选之人 真的 真的有神选之人这个事 是哦 对啊 你看像我也是啊 我不是也是关公教 你说你破坏啊 我觉得中乐透的也是神选之人 对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中乐透这种东西 你就是 我就说我孙子一定会中 因为中乐透这种东西是 是一个存钱筒 像我每次都买五十块 对总有一天满出来 一定掉到我孙子身上的啊 你要去存嘛 存得存得 对不对 你存然后就会有得嘛 嗯 所以你要你孙子中 你现在就五十块 我孙子中 每一期五十块 每次赚 然后每次就耶 我也是功德主 耶我是功德主 啊 然后再来就问孙子啦 你看 对不对 对啊 存就有 满出来 也没有没关系 对 然后女儿继续买 总是 对啊 女儿总会满出来 对啊 哦 我们是 我觉得 不好意思 我们是不好意思想说 哎 儿子女儿有 搞不好我儿子女儿就得到了啊 那我们讲说 我们讲客气一点说 啊 我孙子一定有 哈哈哈 对啊 对不对 就是 未来是基因 对对对 未来是 真的就是要存嘛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不管前世或是今生 其实都是在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没错 没错 就是我们的功课 对 其实我们的功课就是 我也跟那个转世仁波姐开玩笑说 我也是仁波姐 我也是转世来的 我是没有做好而来 啊 你是愿意来 哈哈哈 我是哇 莫名其妙来的 对不对 就是来把它做好一点 再回去审判看看 哎 有没有做好啊 不用来了 哈哈哈 好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记得要按赞 订阅 小铃铛 加上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那下面有资讯 可以跟我们联络 可以留言 那今天就录到这边 OK 拜拜 谢谢莫娃阿姨 拜拜 拜拜 那赶快帮我订阅 点赞 加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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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